底下一个问题 就是师父讲习中 常介绍赞叹北过心龙寺是振发道场 念佛很殊胜 请问可以去那里念佛吗 可以 你可以先跟常会法师联系 他们会接待 我也没去过 只是听说常会法师常常打电话 希望我去 我说我去还要宗教局批准 宗教局不批准 我不能去 所以是一个很难得的道场 有很多人去过回来告诉我 规矩很严 管理很严格 无论事出事发的学习都一定要严格 所以严实出高途 现在没有老师了 为什么没有老师呢 没有学生 这个道理要懂 他在家里 连父母的话都不听 他怎么会听老师的 这个道理要懂 这是现实的 年轻人的心浮气躁 贪嗔太重 喜怒无常 所以非常不好教 那我们相信 就是佛度有缘人 绝不要去拉信徒 我们一生没有拉过信徒 也不敢说 我有能力教人 那么来天津都是自己来的 自己来你就不能怪我了 我讲的不好 我没教你来 是你自己来的 你不可以怪我 所以规规矩矩的做人 一定要谦虚 要认真学习 天天不断地学习 我们常讲 最重要的 提升自己的灵性 知道这个时间苦 又遇到这么一个机会 一定要抓住 决定要聊生死 诸三级 这是祝福菩萨 祖师对我们 唯一的一个期望 我们能做到 不辜负他们 但他们还会可以 上网了 伤感 对我们 做成奇 我们好 这里 我们好